话说这个西元386年了 这个晋国和燕国 两国的大军就交战于这两国的边境上 那晋国的一方 由我们这个小太阳中汉良 所饰演的大将军 名字叫做楚北杰的领军 那另一头燕国则有小晋安王 名叫和侠领军 双方是势军力敌 这一战竟然就是百日 话说某个深夜里 有我们女主角Angela Baby 所饰演的白拼艇 以及瘦小的身躯竟然一人就骑着战马 在树林中不要命令向前飞奔 而在他的身后竟然是大队的官兵 竟追不舍 这情况是相当的危急 不巧这个白拼艇 肩上中了一件 人被追至的悬崖边 那所骑的这匹马 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 而集庭就不肯再向前行 这因为前面就是悬崖 再跑那就跳下去就没命 所以这个马就停住不走 眼前的远处竟是都城弥漫的火光 那耳边传来的却是 越来越逼近的追杀神 这个白拼艇前有悬崖后有追兵 于是后来就咬牙 忍后一把就拔出了自己尖头上的箭头 把这个箭头扎向马屯 那这个马就阴痛向前飞奔 追兵眼看这一人一马 竟然就一跃跳出了悬崖 人和马都摔进了这冰冷的江水中 那江水中的白拼艇 在江中就渐渐失去了意识了 话说在白拼艇的过路江中之前 我们回到两个时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这燕国小靖安王和侠 在燕靖大战之中 一举击退了靖国的战神 楚北捷的捷报 传遍了这个燕国的都神 这等名号响叮当的和侠 现在是成为异国的英雄 那说到这个和侠 他的母亲就是这个燕国的前朝长公主 那他的父亲则是因战功显赫 而被封为靖安王的和胜 那为了迎接这个小靖安王和侠的胜利归来 这时的燕国城门大开一仗列队 那这个燕王名字叫做慕容勇 就吸着皇后和靖安王和侠一等的大臣 亲命城门迎接小靖安王得胜归来 那因为整个都城的灵民百姓和王公大臣 都争相要来看这个和侠 于是乎这个城门口是人头专动 意气风发的和侠归来 老百姓对这个和侠的崇拜之情 却让在一旁的皇后是相当的不悦 但是这个燕王也就是慕容勇 则是不动声色 这和侠在城门外下马蟹夹 那这个燕王慕容勇就当众赏赐了 一把黑墨宝剑给和侠 在刺剑的同时 这个燕王的慕容勇就认出了 替和侠接过宝剑的这一人 是女扮男装的白拼婷 竟然就有一刻的狮神 言语间对这位神机妙孙的女军师 以开合燕道一记 击退敌军是大家的赞赏 那这一切又给皇后给静看在眼里 我想皇后很明白的 看出燕王对于白拼婷颇有意思 好这话说 刺完剑之后 燕王就提议要邀和侠回到宫中 去详述战况 可是这个一旁志得一瞒 且对燕王颇有些不以为然的老静安王爷 也就是和侠的父亲 老静安王爷和圣 却觉得自己的儿子 应该要先回静安王府上去拜见母亲长公主才对 那这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嘛 所以燕王慕容勇也就不免强了 就欣然同意先让和侠回家去拜见自己的母亲 可是白拼婷此时心中却感到相当的不安了 为什么感到不安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于是乎和侠等人就换乘马车 路程 皇后就故意邀白拼婷共乘一车 这个拼婷也明白了 皇后这个举动必有深意 于是乎就以衣着不敬为友给婉拒了 就坚持要为原车上是侍奉自家的少爷 和侠在车上 这个白拼婷就对和侠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白拼婷觉得单凭自己的计策 是绝技无法伤及进军主力了 于是就觉得这次楚北节的战败 可能另有蹊跷 那和侠听完这个白拼婷一说 这心中也明白 但表面上却故作轻松地 抬起要纳拼婷为妾的事情 不过这个事实上 白拼婷自己早就认定自己这辈子 就是静安王府的人 因为要不是当初长公主救了他 否则身为罪臣之女的他 是绝对活不到现在的 所以不管是为妻为妾为母 白拼婷都认为 只要自己能够待在静安王府上 那都是自己的福分 好 这白拼婷和和侠 异行的车队行制的分岔口 两车的车马夫互相竟使了个眼色 突然就分开成了两队 那英国的都城外山头上 此时画面中就出现了两个 头戴斗笠的神秘骑马男子 仔细一看 哎呀不得了 原来这两个人正是刚刚吃下败仗的静国 两个将军 楚北杰和楚墨然 这两人就看着山下的马车分道 这楚北杰就对这个楚墨然说道 他说这个燕王 慕容勇顾忌何侠 但却不敢动这个静安王府的根本 眼下就只有让这个静安王府彻底的消失 那么燕国和静国的多年征战 名不了身的状况 他有可能到一段落 于是乎这楚北杰和楚墨然就决定住这个 慕容勇一臂之力 一并的铲除掉静安王府的势力 好了 我们现在就回到刚刚的剧情了 这个车内的白亭亭 凭得对马车行驶在不同路况的感觉 静就发现了他和和侠的车 竟然是驶向皇宫的方向 于是这个和侠和白亭亭一车就遭遇到了官兵埋伏 这个和侠被污指是想要带剑行刺 本欲成情的和侠看到静安王府方面燃起的凶凶大火了 所以就以为燕王慕容勇想要赶尽杀绝 悲愤之下于是就举荐商人 而白亭亭为了要掩护和侠回静安王府救人 于是乎他就自己穿上了和侠的披风 和和侠生离死别 这个和侠就跟着白亭亭约定 如果两人都能够突破重围的话 五天之后吴老峰会和 于是乎白亭亭就斩断了车马之间的绳索 自己就披上了这个和侠的披风 假装是和侠就单身一记要吸引了追兵的注意 此举当然就是为了要保存和侠的生命 此时的白亭亭 那这一走他已经是抱定了必死之心 燕国皇宫内慕容勇就命令禁卫军统领 冯伦要全力的围剿静安王府的势力 但唯有一人必须生情 这个人就是白亭亭 在一旁的皇后针对小静安王的叛变是喋喋不休 但是燕王慕容勇却扔给了皇后一封密信 这密信上头就写着四个大字 静安王府 而这封信竟然是来自于 静国皇帝司马耀 原来慕容勇早已许诺司马耀 要以静安王府一家的性命来换燕镜的和平 这个原本燕王慕容勇也不想赶尽杀绝力 但是此时不明原因的大火 却让这个事情不好收场 于是燕王也只能痛下杀手以绝后患 皇后为了讨好慕容勇 就说到了自己原本想就白亭亭一命 将其纳入后宫 喜料这个白亭亭 这个人竟然是如此的不适抬局 不愿意和皇后共乘一车 那慕容勇听到皇后这样说 就对这个皇后说道 说你这个皇后实在是太小看白亭亭 也太小看大王我 这个白亭亭的父亲是什么人 这白亭亭的父亲可是前朝的智囊白河雍 这白河雍是个通晓兵法的奇人 但他这个人生性狂放 并因当朝顶撞的先皇而获罪 于是这白家就全家都给流放了西域 那前朝的长公主因为机缘巧合下 在白亭亭七岁的时候收养了他 虽然那时候他才七岁 但却已是饱读兵书 智慧过人 当事女只是个幌子 而她慕容勇也不是个为了儿女经常恶腕的大王 第一头眼看靖安王府已成了一片活骸 那靖国的战神大将 楚北杰竟然一人策马冲入了王府内 一见就了结了正在垂死反抗的和胜 楚北杰看了看在一旁战斗的一众女卷 将剑收回了剑鞘 就在这个冲天的火光中给离开了 一对付来剑鞘 菇余剑鞘